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哲學區 我是主持人陳廷好 那今天的主題叫做 公益性能量綠色物資平台 然後主要是一群朋友 愛物資的共同創辦者 陳嘉雄 他們其實是在去年的3月有這個idea 然後5月就開始成立這樣的平台 然後主要是 媒合一些二手的物資 然後點一些需要的機構和需要的朋友 因為我們會發現過去我們家中 常常在打掃的環境中 會突然整理出許多二手的物資 但還可以用 但丟掉要用客棋 但是我們要捐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常常會發現說 常常只會捐幾個比較知名的機構 那這些知名的機構呢 有時候會因為收太多物資 然後可能沒辦法處理 會造成很多浪費 所以這個愛物資平台就開始 創造這樣的媒合的處理 然後把一些物資發給需要的人 那待會我請嘉雄再詳細介紹一下 這個愛物資平台的運作 然後和之後大家有機會可以 一起來參與這樣的公益活動 那我就來掌聲歡迎一下陳嘉雄 大家好我是愛物資的創人創辦人陳嘉雄 那很高興今天 在禮拜五個時間 今天到時候 我來跟你們分享我們的過程 那一開始我會先講一下 我們在拜訪機構 跟我們在線型網路上 可以來不及物資 看到一些問題 跟他們怎麼處理的方式 那後來在中間的時候 我會介紹一下我們愛物資 怎麼去解決到這些的問題 然後怎麼一步一步的去做 那後半段要為了講一下 我們未來跟我們近期的 我們會有一些新的過法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問一下 是在場有沒有人參與過公益的活動 跟一些的行為這樣 可以舉個手嗎 抱歉一下 謝謝 那我們通常做一下 如果做的影片也在旁邊 那通常我們參加公益行為這個 在場還蠻多人的 他們九成人都有參與過一些公益的 那公益的話很多就是說 志工捐款跟捐物 主要是這三方面的時間在做 那我們愛物資要做 屬於物資的這一塊 那主要是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成立一個普公益志工盤 那我們也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做的時候 沒有局限於在物資方面的 我們有做 在葡萄雨滴上面 有做群眾募資 一筆經費 一筆經費 一筆經費小學 一筆經費小學 一筆經費的老師 來做一些教育上面 每一筆經費的持有 那時候我們做了普通的志工團 那後來呢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也是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們志工團做一個活動的 四地募集物資 我們跟台灣四個地方 例如新竹 台中 彰化跟嘉義 我們在四個地方 四個據點 跟一些背包客棧 青年旅館 都說投入Space 由它那個據點 當成我們一個募集物資的據點 那我們協助當地的社會團體 募集他們要的資源 那時候我們做了一個 四地募集物資的計畫 那我們發現說 台灣人其實非常有愛心 因為我們 也算是個東八D 我們做了這樣的事情 在FB 然後通過很多廣告去宣傳 那我們募集這個其實蠻踴躍的 很多人都知道 有這個 這個預貨院 這家教育院有這樣的需求 然後大家都可以捐了物資給我們 那我們會發現到 拿到物資其實還蠻快的 就是我們的募集其實也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分手打造 我們要到的物資 可是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發現到一些問題 捐的人很多 大多捐了物資給我們 就發現到捐太多了 有時候我們這個據點 可能需要十條 例如說十條牙膏 但是我們發現到 我們在潑上去的時候 很多人都捐了十條 十條 一不小心就發現到 我們物資其實過剩 那我們後來再發現到說 我們回去看一下 台灣人很多人 怎麼去做物資的募集的時候 例如像這一片就是 他的貼在一個廟集裡面 他說說 我們要做一個愛心物資的募集 他們就貼了這樣子 其實這個在很多的 庫告欄 在很多的社區大樓 或很多的公司 都會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幫助某家機動 那我們要需要什麼樣的物資資源 那會發生到 他卸了這些物資 可是我們不曉得 到底要捐多少 他就募了這些物資 那譬如說洗碗機 牙刷洗粉 的確它是長期需求的 但總之又有一個數量在 那我們募太多了 再說 如果每個人都去捐的話 本來就過剩了 因為我們不曉得 到底募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我們到底過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說不了解說 到底 捐的東西到底 數量對不對 然後我們不曉得說 捐的過剩 其實這是很常發生的 我說很多物資其實 它一直都拿不到 因為我們不曉得到底有沒有人捐的 這是一個台灣的很容易 社福平台 或是公園網站 常發生的事情 說常捐了很多東西過去 然後數量就發不完 不過這還算是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事情 比較可怕的是 捐錯東西 例如說這一個機構 是我們在五月份 我去拜訪他們的教養院 那拜訪教養院 我五月份去拜訪他的時候 裡面的那個組長跟我講這個故事說 的確他們最近收到很多的衣服 就奇奇怪怪的 他們也沒有去沐衣服來 可是怎麼會拿到這麼多衣服 然後他們就去開會 把那個社工集合起來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來找不到時候 現在在FB有人傳了這一篇 說請大家幫忙去捐那個舊衣服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是五月的時候 那個主任跟我講這個故事 結果我是在七月的時候 因為我做愛物資的時候 有人貼給我看 所以我說要去幫忙他 所以五月他跟我講這個故事 七月還有人在直播去分享 然後這篇文章 其實在四月的時候 就已經在播上去的 那這篇 那個時候七月看 其實已經三萬多篇的分享 所以他是有無止盡 有無止盡 一直去分享這個訊息 然後他也覺得很可憐 就是衣服都破掉 很可憐 然後受到大家的幫忙這樣 那貼這個人 可能是很好心的去想說 做一個公益的活動 可是他不瞭解到說 這個造成機構很大很大的困擾 那他的困擾點在哪裡 我去拜訪的時候 那個主任跟我講的故事 就是他們收到很多很多下的衣服 所以他們不瞭解為什麼收到這麼多衣服 那衣服他們也不可能退回去 所以他們的院生 他們的事工 他們的老師 全部都要放下手給人的工作 去折門衣服 就是他們那個規矩是這一半的大 但是堅滿了一小就穿的衣服 然後後的車就是每天一趟一趟的帶來 然後他們在F5B在官網跟大家講 這是錯誤的沒有要做衣服 就是你看到三萬多次分享 我們不曉得誰已經看過了 所以大家都拼命捐拼命捐 所以變成是他們的人要提下手給人的工作 就是為了整理衣服 那其實能穿的是只有一層 因為我們看到上面的並沒有寫 穿的人是誰穿 然後需要什麼樣的衣服 所以他們只能挑出一層衣服 是他們真的可以穿的 九層的衣服就是丟掉 或是丟掉 或是丟到十萬多的手筒 就會去這樣子 其實就浪缺了大家的愛心 就是很多人的思維 就是捐錯 大量捐錯誤 那還有一個情況是 在F5B 我的網站上都會貼這一篇 就是高雄六規 八十多位小朋友 只有一位老師在照顧的訊息 其實這也是蠻誇張的 其實這個訊息也是錯誤的 在他們的F5B 所以在F5B 也甚至跟大家講說 我們沒有這樣的訊息 當大家不知道的時候 很多人都看到 覺得哇塞好可憐 一個老師要照顧八十多位小朋友 小朋友是年紀多大多小的 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那八十多位應該很可怕 將近一百位的小朋友 只有一位老師在照顧 那他只是添說 他需要果醬麵包這些東西 難道這些小朋友 每天都只能吃果醬跟麵包嗎 所以這個錯誤的訊息 也是在F5B 不斷不斷大量的分享 然後造成很多錯誤的一個殘達 所以他們也收到很多錯誤的複製 然後很多的關心電話 甚至是有些公務門去關心到說 為什麼迪威老師只有八十二位小朋友 只有迪威老師在照顧的情況之類的 造成他們很大的困難 那其實實際上並不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發現到說 數量捐錯捐了很多是一個問題 那捐錯捐了很多也是一個問題在 所以我們愛護自己一直想說 我們做了公益 我們要募集到我們要募集 不是我們真的能幫到社會團體嗎 我們當我們募集完物資送給他們 我們就結束了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們想要 我們就回頭去看說 一般台灣的供應平台 是如何去募集物資 因為台灣有很多大型的供應平台 在做募集物資 台灣也有很多的社會團體 自己本身的貫物 還有他的F5B 也在募集物資 那我們就回頭去看說 別人是怎麼做募集 但他怎麼會去做這樣的數量的供應平台 他會發現到說 例如像這個 大部分的平台都會是類似這樣的形式 就是他會看待一下機構的需求 機構簡單的說明跟圖文 接下來 下半部分我們會看到說 他需要的這些東西 因為那個可能解析度不好 大家可能看不出來要什麼 那他就基本上是要沙拉油啊 然後一些麵條之類的東西 他就知道他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數量是多少 那很多情況就是他底下會讀一下電話號碼跟聯絡人的資訊 就是你看到的這個物資需求 我可以打電話 就是你可以打電話來問我們還需不需要 可是這個最影響的狀況就是 我會打電話去問他我們還需不需要 可是最怕的時候 最怕的情況就是 你不會打電話來問我需不需要 你直接看到你就去捐了 所以我們看到 他的確他有數量上面的需求 就是他有提到說 我們要需要募多少的東西 可是我們一般捐的人 不曉得你到底募到的狀況怎麼樣 就如果我們就及時去更新的話 所以我們每個人看到他需要麵條 我們大家都去麵條 進麵條去麵條 結果最後他收到太多的麵條 他還要花時間去把他轉變到其他的機構 請社工做處理的情況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台灣很多的公益的平台 很多的官方的社會團體 官方的網站 他們自己在做的事情 他們一樣沒有辦法做到資訊的更正確 或是說他們的數量做到的管控 造成了很多社工跟很多一些事工修女 他們要處理後半段的一些物資處理的過程 那我們愛沃茲這樣時候都在想說 好 如果我們只是做一個平台 把所有物資刊登上去就結束了 那我們覺得這樣是很不夠的 那我們覺得說 在台灣我們需要募集物資 我們更需要做到募集物資目的期 從頭 就是我們怎麼去募集到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到好的管理 我們是到了後半段 比較有社會團體 自己去做管理的部分 所以我們想要做真的是線上化 你們在線上完成捐贈物資 因為現在看到的確他們是有 在網路的平台 然後跟大家想需要什麼東西 可是他們 我壓制沒有辦法在網路上捐 沒辦法點選就很有功能 沒辦法知道即時的訊息跟說 就是你看那個上面的物資 到底正不正確 那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所以我們希望說 線上捐這件事情是真的能夠實現的 那也是我們選要去執行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開物資的官網 會長成這個 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但是上半部的部分 我們遇到很多的選項 例如我要捐物資 捐新消息跟一些介紹 還有我們合作機構 合作單位的介紹 那我們中間有一些消息 就是我們就是辦哪些活動 參與哪些活動 還有一些活動的快序 因為我們會辦一些實體上面的活動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不只是在線上 還有一些公益的活動在 那下半部分沒有改認出來 它就是一些物資上的 我們會挑選幾項 我們這個是 會即時跟那個 會更動 會挑選幾個物資 收到我們的品牌跟水面上 這樣 那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追蹤物資的服務室 大家是懂得參與的 以及我們改善哪些問題 那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點選上 當中我要追蹤 我要追蹤物資的時候 會進入這個畫面 那我們有些圖文介紹 我們名稱 跟數量上 穿上的數量 那我們也多一些物資 可以搜尋 以及機構上面的選擇 可以看到 我們左邊 如果我們要捐一個 人有愛心駕馭的藻基 這個東西 我們就有圖文介紹 如果我要捐藻基的人 我馬上可以找到 我需要捐的什麼東西 甚至是 我就用搜尋的 我可以打一下藻基 跳出來說 哪些機構需要 那我們也有做物資上面的分類 因為 其實看這個四個分類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很多公益給那個官方 是沒有做到的 他們沒辦法去做到 這樣的細的分類 可能他們也覺得說 不用分那麼細 但是我們分這麼細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要 讓小機構有多的機會 顧爆 因為如果說 你讓大機構一直在上面看 那大家只能 只認識一些 某些大型的機構 或小型的機構 就會不成功 所以我們希望 做得更多的分類 如果說 我有物資想要捐的人 我本身有物資的話 我可以趕快找到 我要捐的對象 或是我想要指定 某一家機構的話 我們在右下角 有些機構的分類 那我指定 我要捐人有愛心駕馭 你可以直接點選 然後到另外一個業務 就知道 人有這幾個月缺了什麼樣的東西 我可以捐給他 我們想要做的是 避免大量的資源 擁有到單一的機構 那這是台灣很多線型的 募集中 會看到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我們知道某些機構 Google 某些需要物資的機構 但我們很容易找 只找到固定的那幾架機構 那小家的機構 關懷協會 又或者又或者 拿不到他們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 做這種平均的對配跟搜尋 讓大家可以快速找到 那例如 好 我們點進去這個找已經好 然後我們會看到說 我們有圖片 會跟大家講說 這只是幾架機構的參考 那我們再來我們有名稱 讓我們一些說明 讓我們下班 對機構的介紹 那我們希望說 讓你知道 你捐的對象是誰 那他們在做哪些體物 那我們做了幾個選項 就是我們圖片 可以讓你知道說 機構他們 要有哪些東西 那再來我們有名稱 上面的說明 跟詳細規格 跟尺寸 其實這個還蠻重要的是 一般的物體物資 並沒有寫中的詳細 常常會發生捐措 例如 我現在去育幼院 可是你進來和平 只是大人的民國 或說 我這個家育幼院 我們現在照顧的育幼院 很願意生氣 是 學你的 就是已經去上學的小朋友 但很多人不知道 就寄一些baby禮物給他們 那他們也是穿不到的 所以我們會要求說 機構要把詳細的規格 跟尺寸寫給我們 你需要哪些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單位跟數量 那主要是 需求說明 它必須寫得很清楚 像這個的話 像這個找金色 比較好一點 可是如果衣服的話 我們就要求說 你這衣服是給誰穿的 是幾歲到幾歲的小朋友穿 因為這不是寫清楚 不然大家都可以捐 做衣服到不同的機構去 再來是 有些機構是照顧一些 青少女的 少女的機構 那她替了一些媽媽的衣服 她可能也不太適合穿 所以我們在需求說明上面 很多要求的機構 一定要寫清楚 讓捐的人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 那我要就拿些物資過去 再來是物資狀態的話 你一定要寫全新 或是寫二手 大家寫清楚一點 因為有些機構會寫說 我需要內褲 但曾經很多人 都收到二手的內褲 就穿過 那捐的人會認為說 我穿過一次啊 我洗乾淨啊 你們應該OK吧 我沒有過可以穿 可是對機構來說 它是衛生上面的需求 我們不可能穿 我不可能給我底下的院子 還給我的 我照顧的隊友穿 二手的內褲 甚至是我們有些機構 是要免被 然後它免被是要全新的 那我們就打電話 因為很快要捐免被嘛 可是二手的 那我們就問機構說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全新 難道二手不行嗎 他一次很投資 他們就會說 因為小朋友會過敏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收 因為他不曉得 來源是從哪邊嘛 萬一有過敏 原來什麼樣的小朋友 人蓋過了 然後再給我的小朋友蓋 那過敏的狀況會很嚴重 所以他們只收新的免被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都會顯得很清楚 我們也會把這件事情 跟捐證者講 就是說 為什麼他需要全新的免被 因為當天小朋友會過 我們希望在這個前半段的時候 我們把這些資訊講清楚一點 會避免到後半段 捐錯誤知 跟產生一些問題的時候的處理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中間也有一個是 目擊時間上面的管控 因為在很多的平台上面 它會寫刊登時間 可能是2012年 或是2011年的 但是那時候 刊登不代表我這個時候需要 才會發現說 捐錯的時候 我們去拜訪一個 陶寧的體格 就會發生到 你剛剛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不退 因為他們收到一年前的桌子 他們收到的桌子 他們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我們最近沒有刊登需要桌子 然後輾轉輾轉去問才知道說 本來是我們一年間 在某個觀音品牌刊登 我們需要一個桌子 結果 可能沒有去更改那個時間之類 或是他們沒有去管控的時間 所以捐的人 在某個時間點看到 欸他們需要 我剛好有桌子 就寄過去給他們了 可是對那個機構來說 他從這個時候 我已經不需要桌子 他莫名其妙收到桌子 然後他還要花時間去處理這樣桌子 所以我們跟機構要求就是 你在寫物資的時間的時候 必須寫什麼時候需要 到什麼時候 那這時間都是可以調整的 即使你下個月需要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把時間改過來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時間上 你做好管控 我們也會嚴格要求的機構 不能給我寫長期 我們知道生活用品是 你們一定會長期需要的 可是如果說 你不寫長期的話 我捐的人不曉得 你們是不是現在需要的 所以我們寧願是你 每個月或是定期的去趕時間 也不要跟我寫一些長期 然後不限 永遠 這些 這些那個需求 那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數量管控 因為我們需要捐的人 真的能在我們上面給錢 捐贈 然後完整工作的作業流程 而不是到事後還要打電話 去跟機構問說 你們還需不需要 所以我們問機構的 你這次需要的數量是多少 那不一定是這一個月 你根據這兩三個月的數量 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會寫上我們需要的數量 然後我們旁邊就像一個 郭文網站一樣 你可以點選人權的數量 像我們這一個的話 它需要30條 那我們就是會點選的時候 你要看你要捐多少 你可以加入捐贈的數量 如果說這個時候 有人捐了20條 下一個人捐了10條 30條就捐完了 那我們這個頁面就呈現是0 就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已經捐完了 他們也無法再去捐給他們 如果說機構如果還需要 我們可以再開啟 我們再增加數量 那如果說機構已經不需要的話 我們就把它掛成是0 就不會讓捐贈的人繼續捐 那我們做這樣的管控 很重要的是 我想要讓這樣的資源 可以轉移到其他機構去 因為我們在一般的工藝平台上面 如果它寫需要30條 我們底下人都看到 我們都捐了30條 沒有人知道到底捐了 夠不夠的 如果同時間搭過去捐的話 會照它數量過剩 可是如果我們在一個時候做管控 就是你點選你要捐的數量 然後20、10、30都捐完了 那我們就會 如果你下一個人想要再捐10條 你就會推薦你其他家 我會跟你講說 不只這家人有需要 其他家的運用價格 他們也可能需要這個早金 所以我會推薦你捐給別人家去 唯一我們不會說 發作 我們剛剛講的大量資源 可能要單一機構的狀況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數量管控 想要做到一個資源 很平均的再轉 再轉 把它轉移到其他機構身上去 讓大家都可以拿到他們需要的問題 然後我們其實強調就是 我們要不得是捐的正確 跟捐的夠用 我們希望從頭跟大家講說 捐東西到底怎麼去捐 然後捐到哪些東西正確的 他們真正需要的 那捐的夠用是 我會跟機構講 的確你是長期的 但是你一定有一個用量 你照顧多少的院生 跟照顧多少的個案 一定有一個人數 跟他每個月每次的月使用量 所以我們覺得捐的夠用就好 那如果你還需要的話 我們在這方裡面就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做到的是 捐的正確跟捐的夠用 這次我們一直去執行 跟我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地 那我們完成捐證單之後 我們放入了捐證車 那我們還有一個服務 就是道府收入服 因為很多人 從他真的要捐 到他真的捐出去 其實現在是很長一段距離的 就是我跟你講說 我要捐 可是我會發現到中間有些過程 就是我不方便 我可能覺得我要拿去超商劑 太重啦 不方便 或是說我覺得運費太貴 我沒辦法 或是送到那個機構去 我覺得開車又麻煩 我們才不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有搭配誤了 我們都道府收入資的 你知道我們完成捐證單 連捐證單你要捐給這一家 因為我們現在只限定是 一張單只能往一個機構去送 所以當你要捐給這個機構 訂單完成的時候 我們誤的就會去你家收入資 那就是運費是捐證你的服務 因為你本來就要拿到超商 所以他們就要負擔運費 那只是說我們的運費 會比較比拿去超商機 還要便宜 因為我們有供應的價格 我們希望說讓你可以 這過程中不要太繁盛了 就是準備好 為了就去你家 去你家把那個物資帶走 那這物資直接送去 適合的機構手上 就不會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甚至是 我們連捐證的 他們也那個 拖運單都不用寫了 因為我們會知道 你要捐給誰 所以司機就會帶一張貼紙 那個司機會帶貼紙 就貼在那個物資上面 所以捐的人能減少到一些 關於寄送上面的問題 我們其實要做的 不只是寄送問題在 寄送問題這個情況 我們想要掌控到 這個物資怎麼流動的過程 因為我們在很多的 公益平台上面看到 就是我要捐東西 到我這邊要捐的時候 其實機構跟公益平台 是不知道的 公益平台不曉得 到底 到底捐的人 到底看到了 他什麼時候去捐 那社徒機構可能知道 他要捐 但他不曉得什麼時候 他真的會捐 所以透過我們的服務 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物資到底現在在誰的手上 譬如說捐證的說 我要捐 然後我們就知道 他什麼時候 因為他填寫他什麼時候 那個付錢 所以他會填寫 他那個付款時間 跟取借的日期 你就會找到 要帶什麼時候去捐 你就會通知機構說 預計幾倍幾號 這之間 你會收到一批物資 是哪個親生小姐 所以在事前 我們就知道誰會捐 然後等他付完運費的時候 我們就確定他會捐的 因為物流公司 你就會派車去他家收資 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這筆物資 現在是在誰的手上 已經到了物流公司 轉運站的入處 那接下來物流公司 會把物資交給到 社徒機構手上 然後這個 當我們確定 他物資已經送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通知那個捐證者 跟他講說 你物資可能抵達了 已經送到了 所以在過程之中 我們就知道說 物資現在在誰的手上 那我們也會聯絡捐證者 我們也會聯絡社徒機構 讓大家知道物資現在 再進行盜版的過程裡面 當社徒機構收到物資的時候 他會通知我們說 我們已經拿到物資了 那狀況是正常的 那我們就會發 申請機構把物資捐證收據 給了捐證者 那對於說社徒機構的話 他已經處理到 全半段總去找物資的過程 那對於捐證的人來說 他有確定 也安心說 物資真的有送到 那社徒機構也會發一些 物資徵信點 會有公開在網路上 所以我們掌握到 不只是說 物流的方便 處理到物流寄送的不便以外 我們便能掌握到 物資現在在誰的手上 物資捐證的過程 是不是能完成 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那我們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這過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比較線上捐物資的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然後完成捐證的動作 我們選我們要捐了物資 然後手上有什麼物資 我們選我們要捐了物資 然後選擇了正確的物資訊息 跟我要捐了多少的數量 再來是放入捐證車 貼寫一些資料 物流公司去他家收物資 把他要物資把它拿走 那我們會通知捐證車 我們會通知社會機構 我們做了一個線上畫 那線上捐物資的整個過程 那我們覺得說 其實募集物資還有很多 許多有趣的方式 就不只是在線上 我們要提供一些 比較實體面對面的一些物資 例如說 例如說像這個是米粉 因為之前選舉到了嘛 然後我們就去拜訪那些候選人 都像說你選舉完 是有東西可以捐出來給一些社群機構 譬如說米粉啊 礦泉水啊 甚至一些桌椅之類的 我們都會去一一去拜訪這樣 因為我們覺得候選人 他那個貨物資我們不替他怎麼來 也許是他買的還是別人送的 那當他選舉完之後 他就去撤票 他會有很多的物資資源 那我們就去拜訪他們 希望說他可以把這些東西 捐給我們手上一些社群機構 做一個資源的轉移 這些愛心的分配這樣 那這就是一個米長 他把米粉捐出來 不過很可惜他最後沒有選上來 那他就把他的米粉捐出來 就是50-50斤的米粉 然後捐出來給我們的一些社群團體這樣 那我們常常都在找一個 可以捐的對象的點子 例如企業也好 店家也好 廠商 或者是候選人 我們也有去拜訪 那我們再找一些更多的物資源 就把他抓進來 也許這個候選人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這些東西多出來 不然我要怎麼去處理 可能就是發發發掉就好 但是我們提供管道士 也許你可以做公益 你可以把他捐出來給我們一些 我們服務人 我們一些照顧的機構 所以米粉我們就 我們就送給一下我們一些 教養院 讓他說一些米粉可以吃這樣 那我們不只是說 我們也 我們對社群機構來說 這是一個關懷據點 在新莊那邊 我們不只是把物資給他們 那我們更了解到他們機構 在做哪些服務 所以我們到了那個 我們在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辦了一個 那個中秋節的 一個繪本的導讀 一些畫畫的小活動 我們搭配了一個職工老師 他專門在教繪本文 以及說他會畫畫 他會說故事 所以我們跟他合作 我們就做一個供應的活動 我們去那個新莊那個據點 那我們教一些小朋友 他們畫中秋節 以中秋節為主題 畫一些故事 那我們也會跟他講說 中秋節怎麼來的啊 然後我們 教他怎麼去畫出兔子啊 還是畫出一些月亮的故事 再這樣子 那我們做這樣子 看起來是個很簡單的一個 畫畫或是講故事的過程 其實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知道說 機構大的服務是什麼 因為通常去拜訪的機構 可能就是坐在辦公室 然後跟主管面對面 跟他講的服務 然後他跟他講他的服務 那可是 我們還是不知道說 他們的運作是怎麼樣 他們到底為什麼去幫他們服務 所以我們透過一次又一次 那種實力的 半端小型的活動 那你們會瞭解到說 學生的背景是哪裡 然後每個家庭的故事是什麼 那他們為什麼會需要 哪些的資源 例如說 這家機構需要那個投影機 那 我們也不曉得為什麼他需要投影機 可是當我們去那個據點的報告說 其實有時候小朋友需要 看一些影片 看一些故事 那他們沒有那個資源 跟設備 那小朋友這個 缺少了一些學習的管道 所以他們需要一些 想要去目的投影機 或說圖畫池 他們也有在目的圖畫池 因為他們想到小朋友有多畫畫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當實力去拜訪他們 我們跟實力去跟他們 對的活動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通過這次的活動 我們可以把一些想要做的 刺痛的人把他帶去球 那我們可以帶到他們的需求 再來是我們可以把他們 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可以把他放在我們的網路上 跟一些粉絲團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這個觀感據點 在做哪些的服務 讓大家更了解他們 所以我們也會跟很多的據點 合法一些小型的活動 不管是一個觀感據點 我們之前也有一個教養院 那後來陸續也遠遠 也會帶這種小型的 然後我們實力去做 有點像是我們自己 做一個小型的鞋子 切鞋子 去辦這樣活動 然後也鼓勵大家 可能有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參與 那我們有去擺市集 因為很多市集都要做二手市集 然後做一些販售一些 二手商品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基金 會邀請我們一起去擺市集 那我們在擺市集的過程中 也盡量跟大家講 我們的服務 我們在做哪些物資的交換 那這個是在園山那邊 我們參加一個市集的活動 我們那時候有賣一些吃的 不只是物資部分 我會有賣一些吃的東西 這樣 也順便跟大家介紹我們的服務 那我們在1月的時候 也在新竹 也會有一個二手市集交換 那我們每次辦的市集 我們都會想不一樣的 例如我們第一次參加市集 我們是二手衣服的伴售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些吃的 一些天洋產品的一些吃的 那我們也會講一下二物資的服務 那接下來 這個月我在新竹辦的 就是物資的交換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在那個市集裡面 我們要辦的活動就是 我們把一些物資帶過去 然後我們希望你把一些 機構藥物資把他帶回來 沒有換 所以我可以用一些東西 換到機構藥物 我在把機構藥物資給對方這樣 所以我們每一次市集 其實主題都不一樣 一樣雖然是二手市集 各種交換市集 可是我們會想不一樣的點子 不一樣的主題去做這樣的服務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比較大型的 是那個街角的祝福 送一件衣服給街友 我們把它過動 大概到1月15號 所以時間也快過了 那當初我們是去拜訪 王掌心慈善協會 他們是造了一個街友的單位 那我們想說 是不是街友需要什麼樣的補足 然後需要什麼樣的補足 我們四個人可以給他們 後來發生知道 他們有缺衣服 缺男性的長袖 然後外套 然後長袖 衣服 那我們就是了解到 他們需要一個物資 剛才的搭配 宅會都願意捐 願意提供150家免運費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比例到 大家都捐衣服 然後150家把他用不掉 所以我們辦了一個 蠻大型的活動 就是 在我們平台上會 跟外套 雖然是我們是一個 免運費的活動 可是我們還是做數量管控 所以我們事先 我們會做好500件 就是外套 長袖跟長袖 對500件 那在我們的平台上面的話 你就點選 你要捐幾件 然後外套幾件 長袖幾件 長袖幾件 那你就點選完之後呢 你就填好一些資料 然後物理就去以他 把對物資收走 那這物資直接送到 王朝鮮慈善協會 然後他們去做分配 他們可能會給一些 萬華的接流 或是一些 台北車站的接流 或是到基隆 新北市都會 那我們做這樣的 算是一個企業 一個 那才不動是企業 我們跟企業做一個合作 那我們也跟慈善團理做合作 那我們希望說把這件事情 把它做大一點 讓大家更知道街友的議題 而不只是 而不只是衣服捐完 然後大家就結束 原來我把家務局清空 我可以買新衣服 那種感覺 我們反而希望說 把很多街友的議題 把它們融入進去 讓你知道說 為什麼街友需要衣服 那為什麼台灣會有街友 那街友為什麼它會睡在路邊 它為什麼沒有家庭 沒有家人 然後街友有沒有工作 這些議題 那這些議題也是 我們在拜訪 王朝鮮的時候才知道的 我們會知道說 其實台灣的街友 它可能是生理狀況不好 它沒辦法去找 長期適合的工作 那它睡在車站 睡在路邊 是不得了 因為它沒有 租不起房子 然後它的家人也是不在 就是說它 一些生活背景 比較 比較淡一點 它沒辦法回家去住 所以有些 這些過程跟這些案例 都是我們拜訪的機構 從我們才了解到的 那如果說 我們只是在 公益平台上面 看著一個王朝鮮鮮味 然後就主動去跟他說 我要幫他募集 我們覺得這個活動 我們必須要再透過 我們主動去拜訪 然後跟機構講一下 我們的服務理念 然後大家必須認同 我們在做這樣的公益活動 那這個活動還有去續下去 那它目前長褲已經 長褲已經錄完了 它只是要外套跟運輸 還有一些數量 大家可以追 那目前還經典運輸 所以大家就把握一下 這個 這個接著不出去的活動 那我們還有做一些 另外一個活動就是 到一月底 是跟曾善美社會獨立基金會 那我們也跟台灣便利 台灣便利倉 它是一個倉儲作業 它在香港是這附近的一個距離 就是把一些會員的一些東西 也擺在他們的倉庫裡面 那我們跟他做一個公益活動 也是跟我們平台商業募集的物資 是不一樣的 我們把曾善美需要的物資 透過台灣便利倉的會員 它去捲 所以台灣便利倉的會員 會知道說 跟本人做一些公益活動 然後我們會判斷說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物資 那由他的會員主動去捲 我們會鼓勵到說 大家可以把物資 給台灣便利倉去 交給他們去整理去處理 他會把這些物資 統一整理完 送給曾善美社會獨立基金會 那這也是我們在另外一種服務 就是我們跟機構 我們跟企業 或企業想做公益的話 可以跟他做一個比較特別的活動 那每次活動都比較不太一樣 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說 企業很多也是不願意做公益 那機構他們需要哪些東西 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源把他串連起來 這算是比較實體上面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明天 這是我們明天在我們辦公室 有一個手工一體照的活動 其實這個蠻特別的 是當初有一個朋友 他想要做 他想要捐100坪的一體照 那一體照就是給洗手啊 這應該是洗手用的 洗手或是洗身體用的 然後他想要做一體照 捐給我們一些社會機構 他做100坪 那一個人做不出 就一個人他有瓶子 他有那個罩子 他沒有時間去100坪裝品 然後把他打成那個一體照這樣子 他就問我們說不是要找製工嗎 我們是要用工商用一些製工來幫我們做 可是我們有發現說 這樣子找製工來做100坪好像 有點太單調 不太夠 我也不希望說製工來吃裝品 然後就回家了 所以我們就想一個企劃 就是我們辦一個工作坊 我們有那個 本來是要做一體照的那個人 他是老師 然後他教大家怎麼做一體照 所以我們明天的活動就是上半部分 就是他會講一些一體照的男人 然後整個都照顧 然後教大家實體操作 一體照這個活動 那他做完之後呢 我們在昨天部分 讓學員可以直接去操作之後 後半部分我們再來裝品 所以製工來這邊的話 他不只是裝品這個動作 他還可以前半段他可以教 他自己做一體照 然後製工回去也可以自己做一體照 那後半段的話 可以把我們100坪一體照做完 那我們也會用 這次所有來參加製工的人的名義 把一體照捐出去 所以我們不是用老師 或是用愛護者的名義 就給這家機構 而是所有明天來參加的製工人 我們就用他的名字 然後把他寄給那個機構 等於是那個人 就給愛心給那個集合計畫 所以來參加的製工人 他不只是做一個供應的活動 他還學到做工 所以學做這個天然一體照 那他還參與到愛心 他還做到他的供應這樣 我們希望創造更多更多這樣的連結 所以在明天是第一場 就是我們一起照 那我們下一場可能會做那個 洗碗精 因為很多機構也需要洗碗精 或是洗衣機之類的 那接下來我們有更多衣服改造 或是工工改造的計畫 都是我們今年會陸續去執行 那我們也 我們會多找一些講師 我們會多找一些手作達人之類的 把這些做媒體 那我們希望說 做這樣的事情 不只是做個手作產品 而是他是物資 可以把這個物資給需要的機構的單位 所以先決條件 我們希望找到 今天需要某些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操作 把物資做出來 而不是說 我要再去買一個新的一體照 然後再追出去 所以我們這一年 會做了很多場 做很多工作坊的活動 那需要說 來參加的人 不只做製作 大概可以做到 希望他學到他要的東西 來 然後這一個呢 是我們 接下來 一月到三月 我們跟一個旅行社辦一個 不同事多貝利人點 它有點像是中國的一個多貝利人點的計畫 然後我們在台灣有二十一個據點 他們有二十一個旅遊據點 他們就是一個青年夢想家 他們到這個 他們的返鄉 他們到這個地方去辦一些 用一些coating space啊 或是一些像老僑啊 一些青年背包客站 或是說他盤盤小農 盤盤教育一體的 他回到這個地方去做當地的發展 當地的一些流流農發 做一些活動 做一些服務在 那我們那個旅行社呢 跟他們這些活動 做個結合 就是 我們可以去這個地方玩 然後我們 可能 我們給他一個人獎150塊 然後到這幾個據點去玩 那 只要你去辦兩個據點呢 我們就送你一些來 當地一些那個 回饋禮啊 或是說送你一些抽獎的 一個新事態 這是旅行社辦的活動 那我們跟他做一個結合 就是說 我們希望你到這個據點去玩的時候 也許可以帶一些物資過去 譬如這家漁遊又要需要某些的資源 是你可以方便攜帶的 我就帶過去那個據點玩 那玩完之後呢 我們在當地會放一個箱子 所以我可以把物資 放到那個箱子裡面去 當那個據點把物資收集到一定的數量 整理完的時候 他就送到當地的據點 當地的那個社務團體去 所以我們在嘉義 有一個嘉義合作的社務團體 我們在屏東 我們在高尘豆 當地的社務團體 我們希望說 捐這個東西 不只是捐給台灣各地 也許你可以捐給在地關懷 就是我屏東的機構 屏東的一個據點 只有我據點 我可以把物資據給到屏東的 這個日文園 都放在一起去 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多配一點點的計畫 我們也跟很多實體的 就是我 不只是網路上的活動 我們跟很多實體的一些 據點啊 某一些企業 或社群團體做 想要把這種 背後很多故事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通常捐物資的時候 我們只會看到他缺了什麼 他缺了牙刷 我們覺得我們牙刷給他 可是我們並沒有了解到說 他為什麼缺牙刷 然後捐的人是誰 捐的人對象是誰 我們希望透過這種實力的服務 就是我們每辦一次活動 我們就在前面 前期不斷的修喘跟介紹 然後後半段的整理 結果跟他講 讓大家一步一步的認識到說 這個機構在做哪些服務 那未來我除了捐物資給他 我還可以總去幫助他 例如說 育幼院啊 這個院士可總去幫助 幫助在院生中 育幼院的小朋友 例如說教育院啊 我們幫助在教育院的院生態 不只是捐物資 其實大家做實在會更多 那我們 其實我們每次募集 不只是達成育 我們會關心到說 每一家在我們手上的機構 到底達成育狀況怎麼樣 是不是拿到他們一樣的物資 那我們更想要讓大家知道就是 認識捐助的機構和對象 很多的公益平安跟一些網站 他們可能會承諾 他們可能會承諾 他們跟很多物資需求 然後我是提供一個曝光的角 曝光一個平台 那我們的機構 有沒有人捐物資 我不去care 或只是提供一個平台 然後在網路上看燈 那我盡力去幫大家宣傳 那有沒有人捐物 我跟大家就關心到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每一個月 我們都會去算分 到底運作達成育多少 然後 到底有沒有手上檔線機構 還沒拿到他們需要的物資 那我們是有什麼辦法 去做曝光跟運作 這樣 所以我們每一次目擊 我們都會關心到他們的達成育 但是我們更想要讓大家知道 是說 你捐助的機構很重要是誰 所以我們希望在 不管是實力的時候 都還在網路上一些活動 都會跟補兵的介紹 我們一步一步就介紹 基本上的機構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他們做了服務 因為 即使是UO院跟教學院 他們其實每個服務 還是有些差異化的 那我們希望說 當你在捐助 捐東西給他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 他為什麼會 這個機構為什麼會 關心到這個議題 例如借有 為什麼會有一個協會 願意投入借有這個議題 他一定有他非有原因的他的故事在 那 我除了捐衣服點街友 是不是還有一個 其他的一個方法 去關心到這些機會的狀況 我是可以參與到 其他的普通方向 這些街友在 像我們網道新商協會的話 他不只是 給街友一個 他現在提供就是 被據點給街友數 那街友 像之前 天氣比較冷 因為都10度的低溫 他就會 通知四周的街友 可以到他們據點數數 那 等到天氣氣溫好久 大家就搬出去這樣子 那他們陸續在萬華那邊 有做一個導覽 之前在F5B 大家就有分享 說那個 由街友做導遊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們在萬華那邊 可能睡那邊也睡很久 在立場也睡很久 所以我們會聊到一些 當地的文化 跟當地一些設施 啊 當地的歷史媒體這樣子 所以他們做個結論 就是由街友當地的 當導遊的角色 那我去遊玩的人 就幫我們這個活動 然後由那個街友 到萬華 到國戰士那邊 做一招 我可以跟大家講 他在那邊融融隊 解個融化這樣 所以街友他是有工作 他有一個職業在 他可以照顧自己 然後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協會在做 一個另外一個角色 不只是 關心他們給他們的物資 他們是那補導一些 就業 或是給他一個可以住的地方去 所以我們希望說 街腳的祝福這個活動 不只是捲衣服 我們更 今天要人要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街友 會產生街友的狀況 那 街友為什麼會只在大都市 而不是在一些鄉下的地方 因為在台灣很多街友的機構 都在台北 台中和高雄 那為什麼 新竹、雲林、嘉義 會比較少的利益存在 少的是街友存在 那都有他背後的故事 跟他的背景 那我們愛物 就是做了一個線上的服務 我們也做實體的服務 那我們目前的角色的話 就是理由我 然後負責了 拜訪機構 因為我之前物流背景的人 所以我會 就是找進入的業者合作 希望把物流這塊 可以爬串的更大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 跟翟北東合作 他有一些 他有固定的大型跟尺寸 那我們希望未來 有比較小包裹的尺寸 跟大型家具 也可以運送 這樣子的服務 所以我們找一些 所以我去拜訪一些機構 然後找一些企業合作 或是物流的部分的話 找一些更有資源進來 那再來是我的夥伴 Perry 他會做一些網站的系統 然後把我們網站上的服務 因為我們現在網站 其實是試用版 試營運版的 它並不是很多功能都很齊全 我們就套用那個 如果我們有福利 就好像是免費的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服務架起來 我們可以在上面 捐贈物資 然後通知你 然後去拿那個資料 都可以在網路上做到 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操作的 不是一些限制在 不是我們能改善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今年的第二季 第二季的時候 我們可以全部正式把它網站 然後目前處理是 市民運版的 不過大部分的作業 都可以在上面實行 那接下來就沒有其他人了 對 我們現在做的服務 就是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做 我們自己去拜訪社福機構 我們自己在做網站 然後今天當客服 客服接電話 我們每天電話都會 接一間很多電話站 然後 有些客人 我們要特別去處理 然後我們要拜訪企業 找個資源跟合作 所以目前都是 主要是我們兩個人 都入住這一塊 那我們比較幸運 其實我們有一些 赤工的幫忙 就是可快幫我們設計 幫我們上一些資料 做一些志工 給我們 因為跟禮拜 做了幾個小時的時間 跟我們一起做這樣的活動 跟我們做一些 中藝的一些規劃站 那他們因為 抽出一些 他們的專長 他們的技能 像我們有實踐 促進班的學生 我們有台大的學生 然後我們有 而且我們的志工 都是自然的各地 我們有台南的 我們有台北的 各方面我們都有 台北、新北市都有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線上化的作業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 一開始的群組 然後大家工作交辦好之後 大家各自去執行 然後執行再把揮報 所以我們透過線上化的服務 跟線上化的管理 然後我們 還有一直把規劃打造出來 那我們一直在拜訪機構的時候 跟拜訪企業 跟拜訪個人 或是跟我們追蹤者 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直傳達就是 每一份物資 它其實就是一份禮物 因為我們在台灣 很多人追物資都覺得是 很多人提供在就是 我把不要的追出去 所以很多人在 像快過年了 大家又要親家裡了 大掃除 就把我不要的捲出去 就只有丟掉東西就好 那對於很多 可是我們需要說 在你在清東西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 當你這個禮物 捐給社群機構 因為我們相信 你在整理一些東西 例如說衣服啊 整理一些家裡 不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給你自己的清毛好了 你一定會事先整理過 然後把不要的把它淘汰出來 不好的把它先挑出來 然後把衣服用得洗乾乾淨淨淨的 然後把它先 壞掉的地方 把它修理好的時候 捐給人 送給你自己的清毛好了 那我們需要說 物資其實它也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你在給這家機構的時候 也許我可以把物資先整理過 把衣服不好把它挑出來 然後把一個清具把它修好 或是不好的就是不要捲出去 我在把當時 我是抱持的是一個 禮物的一個想法 送你一個想法 捐給社群機構 所以我們拜訪的機構 拜訪的捐證者 我們拜訪的企業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去講這個概念 我們也需要說 透過我們的網站 跟我們一些實體的活動 更可以把這些東西 潛一段話就跟大家講 讓大家去導證 就是物資就是不要的東西 然後感覺出去 所以我們自己強調 就是每一個物資 它就是一個能力不在 那到了尾聲 那不曉得大家 FB有沒有常常看到這些 可以就是 隨便拿日後月畢子 然後看看交流 有什麼東西可以捐贈嗎 這個在網路上 或是在很多論壇上面 都不斷的貼 都不斷的分享 那它底下就是會寫說 我們把全台灣日後月整理出來 然後他們都需要哪些 它會列出來說 它可能需要哪些物資 那如果你有這些物資的人 可以捐個底下圈 他都會所有預養物資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 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情況 就是 難道這些預養物資 只能拿這些物資 每一家預養物資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看到 他平台上面 看那些洗髮機 我就偏偏寄洗髮機 去這家機構 可是這家機構 不一定需要洗髮機 它可能需要是別的物資 所以我們在FB 跟我們在很多網站 看到大家不斷就跟你們想 跟大家講說 我可以貼到預養物資的地址嗎 不令你過去捐 那其實應該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知道這家預養物資 你可以應該是 親自打電話 或是我們實際去拜訪大家 看他們需要什麼樣物資 你們全部去就好 而不是在這樣 不是看到這篇文章 他們上面列出來的物資 就代表全台灣預養物資 都需要自然的物資 所以我每次看到類似這樣子 我都會在底下留言說 請大家在捐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了解到說 他們真的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在捐之前 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那如果說是用 愛物資的服務的話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 他們現在就缺哪些東西 那你可以透過我們捐 那他會捐完 或是他還可以繼續捐的話 我們都會跟大家講 所以說 如果我會來大家看到 這四個需求的話 就不要急著按分享 按讚沒有關係 但不要急著按分享 也許我們可以多了解到 上面哪些需要多的時候 我們再幫大家分享這個物資的需求 那每次到了這個 其實已經差不多到最後了 那所以跟大家講一個想法 就是說 每一個決定都是讓蝴蝶的陣鬥回來 不管是參與供應的活動 還是一些往前計劃的 那當你在做這樣的供應活動 像捐物資 捐錢或倉事工也很好 其實你可以想一下 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這樣做的事有幫助的 那是不是我做得很正確的決定 那我要做志工 我是不是可以真的能報到這個機構 因為很多人跑去當中制工 可是對機構來說 其實它造成很大的困擾 那麼拜託很多機構 它都會講說 的確它刊登然後不讓我們去制工 它反而去照顧志工 因為它問志工說 你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你不太會 不太會處理火箱業務的話 那你在旁邊休息一個差就好 它反而怕你 會造成一些困擾在 甚至是我們之前在蝴蝶運 離隊論 偏鄉教育的計畫的時候 很多人那時候 他不只要不然一上捐錢 那個贊助 他還想來做志工 他就打電話問我們說 那個偏鄉是不是需要老師 但我們都會玩去爬 因為我們知道 教東西這種 教學這種事情 不是你今天是 國立大學畢業的 你就一定會教 而是對偏鄉小學生來說 他可能程度落後就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說 你在做志工之前 你可以先開始教說 你今天要去志工的單位 去照顧老人家 去照顧小朋友了 那他們為什麼需要志工 志工能做哪些事情 甚至捐款 像在台灣很多的頻道 或什麼樣 大家都會去 不是說每次發生地震 還是存在 大家都會同 就好像永遠去捐款 那在捐款之前 大家可以來解說 為什麼要捐這筆錢 這筆錢能做哪些 我不是說捐完錢了 我就等於是 希望能做的 綜藝 我看到全部人都 最近給大地震 大家都會捐這筆錢 那我要不要捐 是不是除了捐成 還會做其他的事情 包括物資也是一樣的 你也許覺得說 你捐衣服 是個很簡單的事情 通常我們平常 每個禮拜吧 都會一定會有人 去問說 我要捐衣服 我要捐個誰 然後我們就回覆他說 我會提供你的尺寸 尺寸 尺寸跟圖片 因為我們希望 幫你做額外美容 而且希望說 知道你的衣服 哪個是哪裡 所以我們會問得很大 例如你要捐女裝 女性的衣服 我們就請他們 把尺寸給我 然後長袖的還是短袖的 然後適合什麼長袖穿的 因為我們之前拜訪 一些偏鄉的機構的時候 我發現到 他們就跟我們講一個故事 他收到了那個 禮服 就有貴婦吧 就一箱禮服給偏鄉的小朋友 然後那小朋友拿到的時候 就覺得不知道 所有人幹嘛寄禮服給我們 這樣 就是一個媽媽 還有那種 那種收入的禮服 可是對於那些小朋友拿到的時候 這是布 所以要把那個布 撿撿撿撿到 把它在地上擦到地板 拿著什麼 可是對於那個 那個捐的人 他一直覺得我捐的那個 是很貴重的 上萬塊的衣服 所以我覺得我做了公益 那我給你們 我覺得 我有那個公益的感覺在 可是對於小朋友 他根本不知道 你們在做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很貴重 你們就把他猜得到 不然當作 可是如果說我們在 捐移之前 我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可以跟小朋友 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們在記 我們會發現禮服不適合 我可以把禮服給別人機構 也許你別的結構需要 所以我們在捐之前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想說 為什麼他們需要 我們怎麼可以保護到他們 那我們之前在天下的時候 也發生到一個狀況就是 他目微波乳 然後他終於目到微波乳了 他很開心 就微波乳沒有插頭 然後那個 機構就是很擔心 是說我們把插頭弄掉 他們打掉在那邊捐 他說為什麼 那個微波乳插頭 怎麼會沒有 他說他一直都沒有插頭啊 他沒有插頭 我肯定只要去五金行買就好 可是對於一個在 堅實偏鄉的一個單位的話 他為了買那個插頭 他要跑到鄉下的五金行 開了兩三個小時的車程去 就為了買那個插頭的照 可是我們相信說 你把這個微波乳 給你的叔叔的送 你應該不會跟你叔叔講說 叔叔抱歉是這個插頭 可以了嗎 我們現在應該 他是一個禮物 你應該把插頭裝好 來送給你的叔叔 所以他也是一個禮物的概念 所以說大家在捐物資的時候 也是抱起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在每次人家問我們 你們需付需要什麼的時候 例如我們家最近我們還會大同便 我們也是問得很詳細 請問是幾人份啊 然後你使用多久啊 什麼狀況 我們經常問詳細一點 我們都要好去顏合機構 或是同裝也好 很多人都說要捐衣服 因為我們家小孩子長大 我們衣服不需要 我們就問很詳細 請問衣服是男生女生 多大小朋友穿的長孝子感受 然後當我們問你要詳細的時候 我們才比較合外好 就每個機構的需求 因為有些機構照顧的是 學齡前跟學齡前的小朋友 也照顧學齡後的小朋友 像我們的機構是育幼院 他照顧想像是還沒上小學的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 我小群的衣服給到的話 對他來說 以後穿得到 我對他來說 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的機構 他就是有倉庫的 然後倉庫就擺滿 他們都推人物資 通常我們會發現到 機構是不敢去拒絕物資的來源 他們當時有跟他說 我家裡推薦大嫂去 我自己的物資要送出去 你們需不需要 機構也會說 好 我們需要 其他人其實是不需要的 但他也在跟你講 我們需要 他就要開著車去站 然後站的時候 他發現到其他方向親戶子 因為很多東西 他再回來的時候 他就要推到他的倉庫去 因為他不敢馬上丟掉 因為怕你會問他 說抱抱有資 他就推了物資 雖然說 機構都有一些大倉庫 我們都看過 白白的座椅 他暫時不需要的東西 再來就是困擾 可是他不能拒絕 因為一旦他拒絕了 他就擔心 人家下次就不捐給他 很多人會認為說 那機構很大盤 為什麼我可以投資來拒絕我 所以機構就說yes 好 什麼都需要 但其實他並不是 什麼都需要 他只不敢跟捐贈的 講這個實話這樣 那我們在平台的話 我們是把需要 都已經把開門上去 那如果說 對那的人 他現在就額外的話 我們再透過後台人去 做個對外額外的媒合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物資 我們的物資是直接從 真正的手上 直接送到機構那邊去 所以當機構發現物資 他不適合的時候 他就要通知我們 因為我們也會去詢問 我們會主動問說 請問這一筆物資正常嗎 我們會詢問完之後 他跟我們講說 正常或不正常 當不正常的時候 我們就要通知那個 對方 就說 也許你記錯過 因為我們這次 叫我小朋友 就把很多大人 都把他們回去 那雖然來說 是他們的困擾 你就跟他推薦 你說下次可以捐給他 一些衣服到 所以捐這些衣服到 哪個機構去 所以我們做一個 額外的美額 跟額外的一個服務 就是我們希望 讓大家捐得正確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讓大家知道 我捐東西其實是一個 學問 就是我要去捐 那我覺得對不對 對機構的方式來說 就是很大的 不然說會發生到說 他們要額外去募資工 然後社工人員 要趴上去處理募資工 所以我們最近 有很多企業合作的企劃 比如說企業大會 想要跟我們合作 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也會心裡要去 去了解到說 為什麼企業要辦 就有活動 那企業的到底 大概就有哪些東西 那我們覺得 物資其實是蠻有趣 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最近還有電影公司 來跟我們看 就募資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會覺得說 電影公司 原本我們是想不到的 那也許說我們跟電影公司 也有一個很好的合作企劃 也許我們可以知道 電影公司就是什麼 可以捐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做這樣 我們也可以串的 跟服務貸 所以捐物資不只是說 把我們不要請出去 我們可以找到說 企業的合作 然後市府的機構 為什麼有需求 為什麼有人想要捐 然後志工想要做哪些 就是我們辦一些工作 我們辦一些講座 給大家講這些服務貸 那希望說 大家之後 不去捐物資 或是說 參與任何公益的情況的時候 公益活動的時候 都可以想到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做這樣的事情 可以幫到電影公司 然後我可以提供 哪些到的服務 哪些到的資源 給大家 這樣子 那我們這 做我們愛物資 最後就是 放到我們 然後我們有粉絲來 大家可以把我拿一個帶 那我們也有Line 所以我們有線上客戶 那有些人要 他物資照片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Line 就Line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知道 你要做這樣的物資 我們就跟他回頭 那我們有Instagram 那我們Instagram 就是 我們每次去拜訪機構 不過等一下我們拍照 我們就上了一個Instagram 跟大家講 我們的動向 我們講的故事 譬如說 機構他有些他有機構故事 不過機構其實很漂亮 因為不要覺得說 每個Viewer會叫我 然後是黑暗的 其實有些機構他是很漂亮 他希望給他 裡面是很舒適的生活 所以我們會記錄一下 我們每次 我們在做愛物資的過程 我們有所有故事 我們會做這樣的服務 那我們也有Google家 我們之後有更多賬號 我們希望讓特殊人認識我們 不只是認識我們 認識我們背後的這些機構 但是這個機構他會有 提供給他做哪些 他需要哪些物資本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參與到這些的活動 那我的分享 今天就快速的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今天分享 其實把這個 捐物資的系統 介紹得非常詳細 而且其實 剛才價值很高 捐物資其實 不是說捐多少 或是捐的多麼高 多麼昂貴 而是說 把這個物資 就是捐給有需要的人 然後把物資 物資 二手物資 這些事情 就是不會造成一個浪 可以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開放一些QA 然後問題 看各位聽眾朋友 有沒有一些問題想要問 然後每次開放三個好不好 或是想要分享的也可以 或是想要當志工的也可以 來這邊 還蠻欣賞的 其實我看到你們一起做那個 手工藝照的那個部分 就還蠻欣賞你們 就是他其實是同時 可以丟很多的方式 就是讓志工不只是參與 他同時有一個產出 那這樣聽起來 就是其實也蠻佩服你們 就做了很細工 那我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說 就是在營運的部分 是除了人力運費以外 那是運費是叫做 那這樣子的成本 然後你們的機費 怎麼去支持 謝謝 好 我們先抽一看 還有其他問題 因為是問說 你們是我們 是很蠢 但是這樣 還有其他TinoPay的小問題嗎 好 不然就是 我們先給我們 回答 那我們現在這個服務 就是 所有的金流來源 其實只有運費 所以我們跟物流通 是有談比較好的 運費價格 雖然說 像最年人不只是覺得 不只是捐完運費 就是自然那個運費 會比到去超商界還可以 這是我們比到的標準 當然這是比不完的 因為你有可能有企業優惠 你可能有更好的管道去 但是我們比的標準就是 比你去超商界還要有 那我們運費的話 有百分之幾是屬於你的服務費 我們就跟物流分子談好 百分之二十幾左右 是屬於的服務費 所以你捐這一筆 在我們平台上面 使用的服務 然後你負還這個運費 其實它不只是運費 它還包含我們這個運費 所以你捐了物資 我們就像說 例如說一百塊 百分之二十幾 其實是我們的服務費 因為我們在後面 幫你做媒合 所以我們一些管理商品 所以我們目前來源 主要是運費 那未來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想 我們有講很多的 資金的內容 例如說工作坊 例如未來 就是我們做的一個 收入人來源 因為我們的工作坊 是志工是要付錢的 我們志工不是 你來做完 志工就是解除的 我們希望說 它是一個付費的工作 因為現在台灣 其實慢慢 越來越多志工 是要付錢的 例如說我去國外 就志工好 然後自己加四單七道錢 就加一些自己的費用在 我說這樣給那個 那個地方付一些 然後付錢去參與資金 所以我們有些 有些活動 是陸續就會收費 那我們收了很多 但我們需要說 給他們珍惜 因為我們付了很多 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們甚至像 不贏到的話 每個人還可以帶養福回去 對 那我們鼓勵 其實我們這個延伸 就是說 未來也一直都會長期 那我們來參加的志工 我們不提供瓶子給人 我們必須要帶瓶子來裝 所以我們要避免造成 那種環境的讓步 每次來大家都要準備瓶子 所以志工來參加我們液體照 或是我們各種的活動之後 然後自備那個瓶瓶貫販的容器 那你裝完 你可以帶你再兩瓶 兩瓶的那個 或是五瓶瓶的液體照回去 那未來的話 我們把液體照給機構 我們像一次在談這一塊就是 機構那個瓶子不能丟掉 所以我們下次要辦的時候 我要去把你瓶子回收回來 我要繼續填充 我要繼續去裝的 因為我們不想要每次辦這樣的活動 我們要買很多瓶子 然後造成一個環境的讓步 那我們也必須說我們這長期的活動 所以機構必須把瓶子留下來 至少把瓶子留下來給我們 清洗完澡留下來給我們 讓我們下次可以再辦這樣的活動 可以不只是 事工跟EA還是怎麼樣 我們希望環環是我們不一樣的部分 那還有聽眾朋友講的 這位請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假設一開始 我們不知道機構還有很多時候 去找這個機構 那假設說 我看你們有兩個專捨的能力嗎 假設說 其實現在知道機構已經非常多了 那有人去做一個排序 就是看到它的重要性 那我們目前因為不人力有限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就是 北部北部 就是北部的桃園 就是台北市集的 那我們怎麼去找機構呢 是因為 首先我會幫Mail給他 我不會找標籤給他 我們是網路上的服務 我必須知道說這個機構 是不是會使用網路的這個動作在 如果說他們是一個機構 不太使用網路的話 那他就 他可能會交資料 或是在我們平台上刊登 這是我第一個會選擇 就是我會先沒有給他 跟他介紹我們的服務 他就有個脫步 再來是說 我們會找說他是不是需要物資的 因為他就在平台上面刊登 他就有不好上面刊登 所以說 我會幫他會使用網路 我會幫到他在平台上 有需要複製的需求 是我們優先去找的對象 那如果說 我們幫他跟你聯絡 你都不會回覆我們的 或是說 你的官網上面都說 你在平台上面刊登 都沒有什麼消息的 那個就不會 被我們列為優先要找的對象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去找一個機構 他有物資需求 他也會使用網路 那我們這樣就跟他合作 那再來是說 有些機構的話 的確是 因為我們在十月頓的時候 十月十月的時候 也會把採訪過 所以你慢慢這個機構 知道有問題 你就不用主動去找他 那目前我們的機構 都是我們一家一家去辦公 我們該去 我們去平東 我們也去高雄 我們也去台南 一個島上 一個海布 一個小島上 我們也去一家一家拜訪機構 希望我們看過他們的狀況 我們再決定要不要怎麼做 那接下來 路不出去 因為機構採訪之後 所以很多機構主動來找我們 我們就不用特別他 去自己去找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現在 在進行一個審核的結束 就是我們來看機構的背景 跟他的介紹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其他地方 他是怎麼看見他的物資需求 的確是有很多是大型的一個 學會也好 協會 或基金會也好 然後他也物資了需求 他說他想要辦一個國有的時候 他來看我們也會想要把他分割 但是我們會發現到 也許他的對象 不是我們想要 優先不成功的 我們會先晚轉的跟他講說 也許你之後還有別的東西 路不出去之後 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我們需要把這樣的資源 先給比較需要的機會 例如說 可能在屏東的時候 我們要拜訪一個關懷協會 只有兩夫妻在經營 也是經營得很辛苦 他們照顧的都只經營小朋友 然後他們的資源也是一直拿得到 那我們就拜訪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他們沒有專職的人力 在做物資這一塊 他們沒有人 別人聽在電腦前面看哪裏有收物資 要丟出來 他幹嘛就給你們走 之類的 所以他們兩年都談不到 兩年在網路上都拿不到物資 他們使用的一些平台上面 都拿不到他們的要不要認識 別人不認識他們 然後 他們也動作很多 不別人 不別人 那我們需要說 這樣的對象 是我們優先要去拜訪的 優先要找到的 那再來是說 其實你看我們平台上面的一個 比例的話 我們娛樂院也還沒有很多 因為其實在台灣 外國育幼院資源其實是很夠的 所以我們的育幼院比例其實 沒有很高 我們希望先找 當地的一些官媒據點協會 我們優先 再來是教養醫院 再來育幼院會那個後面醫院 目前還是有 但是我們會把他排在前面的 因為在育幼院的話 他其實在台灣的時候 會優先給育幼院 因為育幼院大家會覺得 他是國家未來的困難 然後我希望讓他拿到比較多的東西 然後他可以一步跑快快樂的成長 這是沒有錯的 那可是相對的話 沒有辦法其他最本堂是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官媒協會 或者說一些教養醫院 他就拿到還有護膝 所以我們會有做這樣的排序 就是我們希望能找到 你會先使用網路 然後你會有物資需求 然後再來是說 你服務的對象 可能會比較適合我們 要先幫助的對象的話 我們會先處理這樣 好 不好意思喔 假設 假設有個人 他可能 他可能會幫你夾 或是大掃除 突然有很多東西下去 問題是 平台上暫時沒有這個需求 那你來裡面有什麼辦法 就處理這些東西 就可能 假設他有一些很舊舊的玩具 然後就是這樣跟你一樣 那這樣你們會不會 有辦法就是把它囤積下去 然後一次把它去賣死 那我們現在平台是沒有倉庫 就是說 捐的人 他透過的服務 直接送去頂級到手上 都沒有倉庫 那的確是現在 陸續有人搬家 最近 之前有人 要捐沙巴 有人要捐床 雙人床 床墊都有 然後 的確我們平台上 沒有看過這樣的需求 可是我們會知道 你覺得東西是什麼 我們就無外遇做每一個 所以我們會知道 我們手上的一些機構 是專門去 例如有家基金會 他專門去幫一些 算是弱勢家庭 協助他們 處理一些 蓋房子的一些業務 你看他幫他弄一些新的工具 然後蓋房子 他是需要一些家具 所以我們會先去找 這樣的據點 跟他講說 你最近有沒有要捐床 請問你一下 有個案需要的 那如果有個案的話 你就是把床 帶回去給他 就是把這個來拿 所以我們會先講到說 你捐了產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 額外去做每個 像最近我們要捐 像我剛才講 大藤廳庭庫 我們會優先去找說 那些機構 可能需要大藤廳庭庫 或是額外做每個 目前沒有很堪 可是我們可以找這樣的每個 就是說 搬家 沙巴 那我們之前有人要捐沙巴 那我們會想說 哪些據點他需要沙巴的 我們會把他排列組 例如說 我們覺得 漁游院可能還不需要沙巴 那哪些單位的 也許他們想要辦展或辦休息的地方 他需要沙巴 像我們把沙巴 就給了一個磁方管管協會 因為他們有一個據點 需要說讓精神病 那個患者 可以那個朋友 可以在那邊說 休息和聊天之類的 一個更好的地方可以做這樣 所以我們把沙巴又寄給他們 那我們希望未來 其實他們不是我們未來 要做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確會有這個想法 是希望有地方可以先把 收起來 然後把它先放在那邊 只是說 收起來放在那邊 那就是一個成本展 那我們未來 我們現在目前沒有這麼多 裡面是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們會慢慢去找一些 可以合作的單位 他也許有空的去年 可以讓我們先暫時擺放 一個物資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物資擺放不是長期 你可以很快來 在一兩個月之內 就可以找到捐的對象 然後有機構就把它拿走 做這樣的服務 那在台灣的話 有很多 蓋房子的一些機構 例如蓋房子的一些服務 例如說 手下運動團 還是什麼樣的 一個服務在 他們會倒出去幫一些 房子倒掉的一些 弱勢家庭把它蓋房子 那我們會發現 也許他們就有需要 我們家具的需求 因為 漁業院跟漁業 他們本來就是一個空間 他們本來就有家具在裡面 可是那種 需要家具的人 可以偏鄉 或是一些弱勢的家庭 他們可能需要 所以我們會額外去找這樣的媒合 然後就請他去製作 我們把那個 家庭來蓋住 所以到這時候 我們費用的服務 那我們需要說 倉足的部分 如果找到比較好的切入點 那成本沒有那麼高 有人可以贊助或投資 這部分的服務 或者說 我們可以找到更好的運業方式 這部分可以提供 帶來一些收入 收入的話 可以靠到部分的成本的話 我們可以靠到 投資產主這部分 就是說你們也會主動 問一些機構 說有沒有需要 一些物理對不對 對 如果有人要捲 捲的話 例如說要捲床 我們就去找 因為平台上的人 沒有談論 所以我們會得外去找 那你的網頁有設計說 比如說 他想要捲資 但是沒有那麼快 想要把它去除去 就是在網路上播出 我想要捲什麼 那個機構 就是 反向的 這個 這個 操作 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用 既定的那個網路上 網上感染 所以他沒辦法 傳一些照片 傳一些資料 讓 讓捲證的人可以 把資料上載 可是我們正式版面 就會有這個規劃 所以目前上位 就是說 給機構去播 說他需要什麼 而不是有捲證的人 所以絕對不要用Line 絕對給人家 絕對沒有給我們 我打電話跟我們講 額外 可是 當我們正式版本上線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規劃 就是說 我今天也有沙發要 我覺得可以上傳沙發提文照片 那這個資料 就傳給社會機構 然後有機構去比對 到底誰需要 那我們就會有這樣的機制在 就是 機構可能會先列幾條 他可能需要一些生活動態 他需要家具類的 那有人捐這樣東西 我們可以 優先去找這樣的機構 需要的機構 就是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正式版本上做的 好 OK 好 大家不聽眾朋友 想要再提問 再問 因為看你們整天有些 是不是很好奇說 像這樣子 目前做到最 比如說最近 他的效率 就是說 比如說 跟多少團體 然後做了多少物資的 這樣的運送 大概 平均一個月 大家現在做到的 到底要是怎麼樣 這樣 好 那我們 三月 三月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之前的 核供應是跟我團團的情況 就是三月以前 然後我們做了很多人 就是 這幾個供應的活動 發生物資的問題在 所以我們三月確定好 我們要用這個 平坦的模式去經營 然後 七月我們來設置 就是找到我們要的資源 包括物流啊 網站啊 一些資源啊 那到 九月中期我們才先上線 所以從九月中到現在 其實也沒有幾個月的時間 那九月中跟九月中到 可能到十月在爆炒之前 其實量才十件以內 其實沒有很多 就是捐的那個量 還很少 因為我們還在打RT 就是我們在找 物資源把網站買 一定好一點 那經過爆炒之後 其實我們那個數量 就做幾 三十件左右 件數 或是件數的話 不論品項跟不論 實際的數量 就有三十件 那我們陸續續續 就是數量也在成長中 那我們機構的話 目前有一百七十 一百五十元 機構的話 大概是四十家 就是我們目前合作 我們在開燈的話 有四十家的機構 那這個數字都會一直調整 因為不是每個機構 每個月都需要物資 那我們品項的話 大概有 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個物資品項 是由於開燈上去的 因為這部分一些機構 就是我們均碼 就把它 均碼就把它下降 不是說有些大家是持續去更新的 所以大概有 一百五到一百七左右 所以不到要去調整在 那我們目前的話 因為我們有那個街角的復服 那個數量比較多 不過那個是 比較專案式的活動 會衝出來的數量 可是我們目前實際 之間的話其實 還沒有到那麼高 因為我們目前 視頻度還不夠 所以我們 很多人還是不認識我們 那我們希望說 多找很多的場合 讓大家知道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那我們其實更希望 是由機構介紹 因為很多機構 其實他們都是原本的 我們希望機構那邊 如果本身有長期 關注到這個教員 越好 那很多人打電話去問 我們需要什麼物資 那未來他也不用 一一抱給他 或是說請他看我們 你知道嗎 他直接負上我們的連結 就讓大家說 我們只要到Io物資 就知道最起始的物資動畫 這是我們覺得 最影響的狀況 就是最影響的狀況 就比如我們去外面 I加Io物資 還要來留下 是由機構主動介紹的 所以我們目前的話 就是四十間物資 社會量力 然後一百多項 一百七十 最多一百七十項的物資 然後每個月的話 在外面的幾十間 目前最多就是三十 世界的一個更屬 在外面的 嘉莉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在你這個機構來說 你覺得你會自取為 愛物資是一個 什麼樣的企業 是社會企業 一百七十是一個 協會的一支區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從你這段時間的走動 不管是到各機構 然後還有從物資的總類 還有服務對抗等等 你是不是有分唐到一些 台灣的現狀的問題跟議題 是我們一般人沒有發覺到的 那你是不是有些什麼想法 跟下一個行動 謝謝 就是你們都把定位自己 那不知道你怎麼去思考 到底什麼的社會企業 另外就是 那就是 還有什麼藝材 有發現 那你這位朋友還有 我一起問 我一起問好 再說一下 我問他請問的就是說 那你們現在做的 其實主要是一個 系統性的一個媒合 那這樣的話 在捐贈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和目前社會上 已經有很多的大巨人 他們有很大的 不管是資金錢 或者是實際物資資源 甚至是服務 有沒有和他們有過聯絡 然後他們對於你們這樣的服務 有沒有合作 或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謝謝 那我們當然是認為我們是社會企業 因為我們目前不把地 當作是一個企業 會有一個公益團體 其實我們不太在外面 不太喜歡我們這個公益團體 不是我們公益平台 我們希望公益這個事情 可以把它不要這麼強調 我們是個社會企業 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會盈利 我們會想辦法怎麼去賺錢 創造我們自己的收入 我們不用 那當然包括說 我剛才講 面費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官網上面 我們也直接打出來說 我們多少百分比是我們 那個收入來源 我們需要讓自己的 或者 東西是比較透明的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可以這樣公益 多少是不會被到我們身上來的 我們需要把它更透明一點 所以我們定位說 我們是個社會企業站 而不是說 是一個協會 或是一個智能團 那我們需要說 我們做一點好事情 那也希望這個好事情 可以支撐我們一些收入 跟我們的成分 跟我們的營運之間 那我們目前 以前拜訪很多的機構 就像我們剛才介紹一下 案子 比如說我們在貨幅地看到 很多人跟我們分享說 誰看起來很需要 我們是不是要幫忙他們 那我們就開著發言 十個月就得不到說 他為什麼有這樣的狀態財設 那剛才我們也講的就是 台灣人很多人會 用鍵盤式的公寓 就是我很喜歡分享 我看到他哪裡說很可憐 就是去分享 去按個讚 或者說跟大家講說 可以請您幫助他們 那通常 按這種分享的 其實他並不是很主張 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 把這些 把大家的按讚之前 可以更多 更聊得到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服務 甚至像我們最近 班接繳的副服務 其實他只是個捐衣服的活動 但我們做了很多人也很深 我們甚至希望說 校園可以請我們 去做一個小小的活動 就是說 我可能去國小或國中 然後去 一個班級上面 介紹給我們這個服務 那 小朋友一定是沒辦法捐衣服 可是我們希望你回去 跟你爸爸拿衣服 就是你可以跟爸爸講說 爸爸我們最近有個活動 是不是可以把衣服捐給我們 那我們希望說 讓你從小就 小朋友知道說 為什麼我可以 為什麼會有介由產生 那我是不是 可以幫助到這些工具 那 那物資在做哪個服務 他們做哪個改變 所以我們也想說 接繳助服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顏色 我們可以走到校流去 我們可以跟很多企業做結合 甚至說 我們最近還要做一些故事 就是我們希望 捐完衣服的時候 我們設計很多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 例如有些人捐衣服是 例如他有可能 家人的過世 他想把衣服捐出 他衣服是 這都有很多人跟我們講 包括說 我們之前 有一個 但我們在剛上線 沒多久的時候 台南有一位小姐 他們都會捐一百件的銅裝 新的給我們 那我們就很好奇是 為什麼你要捐這麼多銅裝 是新的 然後你是不是廠商 那我就主動跟他聯絡說 欸你是不是 我家服飾店業者的老闆 然後你衣服他 做什麼意思 我可以幫你曝光 或是 我會讓大家說說 你是個很有愛情的企業 結果那個小姐跟我講說 他其實是去買銅裝 來捐了 那我們想 欸為什麼你要做這個事情 他跟我講說 所以他想要幫助父親會 他的長輩 他長輩都會在外面採攤買衣服 然後長輩不需要養家人 然後工作得很辛苦 那他決定 他每個月都會給他 一百件的銅裝 然後捐給一些機構 因為他本身 他小朋友這麼多嘛 他一百件銅裝 所以他就 決定把衣服給我們 讓他 就是他可以幫到那個長輩 不用直接給錢給長輩 讓長輩給工作 給我們捐一 那他一百件的衣服 可以捐得到需要的機構 手上 所以我們會發現到說 第二期有很多的故事是 不只是說 因為很多平台就是 你可能捐完以後 都不曉得你是誰 可是我們會突發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們會捐 你是不是有哪些故事 為什麼你想要幫助對象 所以我們就會去 當路的時間 問捐贈者 就會跟他聊一下說 為什麼你想要做公益 所以我們會發現 這些故事我們希望未來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 做了很多公益好像 其實不用怕說 回善苦慮的東西 我發現 鼓勵你是拋轉引玉 讓更多人知道說 我這樣做一次容易 我可以幫助更多的對象 那下一個人想要做的時候 可以參考很多 參考很多 參考很多 那我剛才講 就是平台 就是大集的一個 你最有很多 像 一些大集的 單位 就是很大體系的 他物資拿到很多 然後他也有很大的資源 他永遠不缺物資的 那個我們也有去拜訪 他有邀請你們去參觀一下 他們 他們資源很豐富的一個 銀行那個 地下室的情況這樣 那他們也覺得 他們那時候沒有跟我合作 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可能做得起來 就覺得 欸你這樣子也 也普普而已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沒正式移民 再來是說 他們也沒有接手要去做 原因是因為他們想不到 怎麼可以去做 因為他們認為 這只是個物資的交換 和轉移 我們 他可能想不到一體造活動 他可能想不到 可以找到 或是人家民之類的 他一直覺得說 你們就是一個 資訊的網站 資訊的平台 然後 他也不想要 他也不想要請工程師去做這個 因為他們有工程師 他跟我聊了很久 可是他覺得說 欸我覺得你們 你們服務員還沒正式上線 我不曉得你們真的做不做的期待 那我們也沒有特別想要跟你們合作 我們只參考 聽聽就好了 那他 那後來我就問他 那你會不會 嘗試做看看 就是說 資源管理什麼 他認為說 我們資源拿不完 我們也不曉得 他們也不曉得說 該怎麼去把執行的更好 所以有幾個大型的一些 社群小意義 或基金會 的確我們就去 因為我們去 泡茶 其實大家去聊聊 其實是怎麼做的 可是他們會發現到 物資就是物資 然後 我們想到就是不要 就出來接吻 就被我們擊下機格 可是他們不會覺得說 他是個禮物 他也不會覺得說 是不是怎麼做資源管理的部分 其實他們是很有錢 就是這些社群團 很大型的社群團 覺得他們 其實他們是拿不完的 真的是我們打電話去拜訪 就是我們要約 就是我們約一些機構 他本來跟我們約好說 要拜訪 太快打電話跟我說 你不用來了 因為我們物資 就是拿 就是太多拿不完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放過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我們只是一個 管理的東西 可是不了解到說 其實不想做一個事 物體物資的觀念 好 好 好 那還有聽眾朋友 想要請問的話 挺多問題 就是那個 我在想就是 那我不知道現在 小亮的可以覺得嗎 比如說我只有一件 全新的規蓄 然後 我真的有一件 然後 我本來是要 拿去我們學校門口 走很遠 有一個那種投一副的讚 然後呢 但是我聽完你這個 我就在想 那如果像我這種情況 就只有一件全新的 然後我想還不覺得的話 那 就是你能夠消化這個資源嗎 如果 如果不能夠消化 我在想就是 有沒有可能有幾屏幕 就是因為 我在想就是 比如說 在學校嘛 就可能不只我一個人有一件 可能我那一層 我就會有十件 然後那十件可能 一起寄出去 就有的成本 就相對變低了 然後就變得可行 然後 嗯 要有一個 沒關係 一切都換好了 然後 第二個就是那個 你剛才說很有趣的 就是有那個匹配 就是我理念的匹配度的那個 回饋 就是說 你會關心有哪些人 他沒有實現那個達成率 然後你們會去分析 怎麼樣幫他改善 然後我想就是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 一個很有趣的一種觀察 就是說 那實際情況中 就是 有什麼發現嗎 就是 就是從這個 就達成率的這個 關注中有沒有一些 就是比較有意思的發現 然後 嗯 就我太 因為我不太理解那個 普工藝志工團嘛 還有那個 就是 嗯 就是 嗯 我比較酷酷的就是說 那 比如說 在短短幾個月裡 你們做到這樣 已經很不錯了嘛 然後 你剛才有講到還有一個 那個眾籌的平台 叫Flying Me 對不對 就是 我是在想就是 嗯 就這些 比如說你們要繼續走下去 會 嗯 就因為我感覺你們想法 真的非常的多元 而且不僅僅僅僅 在物資圈的那個平台上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是想要做更大的事情 還是要想把 嗯 就是物資這個事情做到很精細 就是或者說你們這個社會企業的願景是怎樣 嗯 就是 因為我剛才講的願景 我們可以想到這個 就是緣起的原因 就是 你們緣起 真的是一個很具體的需求 還是就是 未來也是跟那個施工團 有一個景點結合 還是怎樣 就是三點 如果你要一件衣服也是OK 就是透明的平台 然後 可是當然是要 我們要需要的對象 對 那我們 你剛才講的學校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最近街角的祝福 我們在城大改聚典 就是有城大的學生 主要是一個小女生先看到了我們街角祝福 她很開心 就幫我們要了十張海報 就在城大的戲管貼一天 就是 下一個禮拜 又有第二個城大的學生說 她在戲管看到了 她也想要要海報 所以城大也有二十幾張海報 被城大貼滿滿這樣子 那 那個小女生 就是第二個女生的時候 第二個女生來要海報的時候 她不只是貼海報 她需要在那邊放木衣服 所以她在城大擺了四個紙箱 就是很多宿舍啊 還是什麼一些 西學會那種 她擺了紙箱 然後她的想法也是一樣 就是 同學們可能只有一兩件衣服可以選 那是不是我們整個校園同學們 累積起來的數量 就是很多的時候 一起來可以把這個率 可以跟這個校園 這樣 就是一個成本把它降低一點 所以她們幾個小 這邊幾個女生 會在請她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鼓勵同學們 或是宿舍 今天衣服一兩件也沒有關係 你捐出來 然後擺在我們的箱子 累積到一定的數量之後 一起捐出來 這就是說 我們未來也希望說 跟校園做合作 募集募資 也就是學生 最近學期會結束了 要搬宿舍 我們可以到校園去擺攤 募集募資的情況 這樣 所以如果說你一件 或是說一兩件衣服 如果沒有需要的對象 你可以把它說這樣 沒有 你可以不確定 那如果說你要丟 做衣服的回收槍也沒關係 可是你要丟正確的回收槍 對 就是每個回收槍都可以抖散處理 那都要看一下她們 她對寫她們的規模 你可以看一下她們 就是做什麼 再丟那個回收槍 那再來是說 那個 改善部分的話 達成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每個月 我們都會檢討 到底有沒有做到達成 就是 機構到底為什麼沒有拿到原資 你覺得很多生活用品類的 可能會比較好拿到 例如說 母型滅乳啊 這種東西可能會比較好拿到 可是如果是家電用品類的話 器具類的話 就很難拿到她用品資 你知道 這也是我們要努力的 努力的目標 例如說 我們發表有很多機構 需要投影機 那我們就會再努力找說 台灣是不是有些機構 有些企業可以捐投影機的 就是一個 投影機的廠商啊 或者說 一些3C產品的地方 是不是需要這樣 然後我們就一看到 那個 餐廳不是收了21家電碼嗎 我想到她是那種東西 可以收一收 可以捐出來的情況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每天 天馬行空 或是這些 在想說 是不是誰可以捐的情況 話太過了 然後 所以我們就發現 我們就找很多的資源 就是不斷去想說 為什麼這個機構拿得到 或是她拿不到 她拿不到的情況 不是像是不是 別人不認識她 沒有看到她 那我們是要幫她做 偏訪跟多選法 或跟我們FB 或跟我們一些認識朋友 就是我們會找一些 台灣的FB上面 本市場或社會來 一個公立的環境 製作的合作 就是 聯合開登物資的需求 就是我提供了一顆公關稿 就是物資的侵賴給她 結果她會幫我們看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會比對說 到底我們平在哪裡 有哪些機構 都拿不到物資 然後是怎麼去幫她 那我們需要盡量去改善說 也許她物資本來 就比較難拿到的 是不是有很多管道 可以去找這樣的機構 找這樣的企業做媒合 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發現到很多人跟我們講 很多事情就是 很多一樣的話 就是 我常常想要捐的對象 像在這邊神 我不曉得要捐的標的 也不曉得 那我們就是要透過我們的 不曉得多分享 但是更多的知道 我本來一直想要捐的 我本來一直想要捐的 我本來只想要捐的 我們可以捐的 我們可以注意到對象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改善 就是搭送這個問題 那在VLiMV上面的話 其實我們 不關於資工牌 也就沒有在記憶上 就是我們那時候 只是一個 兩個人而已 然後我們就一直是 好笑好玩 還有愛惜的資工牌 所以我們做一個 群眾目視在VLiMV上面 那也還蠻成功的 就是我們當初只要八萬塊 最後換了一到十三萬 就是給那個 就變相教育的部分 那我們教育是一塊 那我們後來轉成物資 這物資的時候 我們就成了愛物資 那之後 那這些事 我們可以再繼續下去 那我們在整個 規劃上面的話 我們需要把物資間 做更細一點 就是更投入到物資上面 所以我們並沒有做 雖然我們那個 遺體照是木製工 可是並不是真的去木製工 是做 做遺體照出來 是我們最要注意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物資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做比較細一點 我們可以做一個更有趣的 一個 就是更有趣的想法 把他架組在裡面 而不只是說 捐完就結束啊 或者說 物資是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辦一些 分享會 我們上次之前 我們跟人生百味 還有一部隊 我們在台中辦一個 資源的分享會 就是跟大家講說 那食材可以在利用 然後塑膠袋子 可以在利用 就是我們創造更多的理解 那我們希望說 在物資這一塊的話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 我們投入在物資服務的 社會的企業 然後把物資做細一點 然後創造出更多的理解的情況 這樣子 好 那有聽眾朋友 大家想要去 這位 大家好 那我想問一下到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來做好事 對不對 大家來做工藝 其實就是 我們要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把事情做壞 那現在 現今的社會 很多人 他是喜歡做好事 但是他要把事情做壞 像你剛才講的 比如說 我的目的 比如說 把東西捐出去了 我不管會怎樣 拿到 拿到這個所要的 像 你剛才講 芒草心啊 芒草心他要一個電鍋 結果人家來了 真的來一個電鍋 大同電鍋 有什麼東西 大同電鍋始終 這跟他實際上所需要的 對不對 所以說這就是 把海事給做壞 那我覺得你們這個平台還不錯 有 但是還是有 我有個問題就是說 像我之前去 社會體轉介的法師 法師 那些都市家庭 但他們 其實他們也做了很多東西 那可不可以說 透過你們這個平台去做 做美容 做教育嗎 那 那 比如說他們像那種 他們不懂電腦啊 因為那種都市家庭 他們有的更不會 不懂電腦的這些 那我們是可以說 用電話的方式 然後有你們這邊 在網路上面 就可以幫他們看燈這樣 那我手指可以從這個方向 謝謝 聽眾朋友 想要請你做一些事 那我回答一下就是那個 弱勢家庭的部分 因為我們平台上面 我們目前沒有定格很領域的 但是我們希望 在我們平台上面 刊登的是社會團體 就是有政府 所有的社會團體 這樣 那我們沒有讓弱勢家庭 自己來刊登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 沒辦法去 我們可以去拜訪機構 可是我們不可能去拜訪 一家一家的社會團體 所以我們那個弱勢團 弱勢家庭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一個想做法 就是說 我們會跟在地的關懷協會 跟基金會合作 因為他們手上會 照顧一些家庭 譬如這些 我把物資給這家基金會 有這家基金會 把物資給這些家庭 整個聚集做去做分配 譬如說 我們在台中有一些 關懷協會 他就這樣子 他就照顧幾個弱勢家庭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可以把自己家庭 需要物資提供給我們 我們同意跟他們的 在由這個協會 所以我會把物資轉接出去 給這些家庭 我們目前沒有開放個人家庭 是因為我們 第一 我沒辦法會做選額 第二就是 他太多 我們不知道我們來拿 就是 每個人就是說 比誰可憐 有人說我是五個小孩的媽媽 每個人就是五六個 然後下一個說我七個 那現在你要捐給五個 還是六個七個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去做 所以我們會幫他 很多平台有造成困難 就是我們會去要東西 然後我會跟他講 我會很可憐 每個人都會寫 我照顧小朋友很多 譬如說我們家是正人可憐 小朋友都沒有鞋子穿之類的 那我們覺得這種狀況 其實他物資 我們覺得他是個轉移 也許受賄的 不一定是拿的那個 那個家庭 可能捐出去那個人 他也是受賄的 因為我們把他覺得 要支援的在 利用太多老的東西 我們有一部分 以來他是受賄 所以我們跟很多 一個協會合作 就是我們希望說 你可以把一些家庭的 清單開給我們 然後我們去做這樣的 一直去目擊 甚至有些小朋友的家庭也是 他就是 小朋友來這邊寫功課 把照顧那些單親 或是可待教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 有些家庭很壯 協會也可以跟你講 那我們就跟他協助物資 只是說物資 我們不直接去給家庭 也是透過協會去給予 然後 好 那還有聽眾朋友想要 好 剛剛聽你這樣介紹 我是覺得蠻配合的 但是我是比較針對 我一個私人的立場 想要請教你 你這個企業是企業社 還是會發生成一個公司 甚至於問股票上市 因為我想要投資 不曉得有沒有機會 謝謝 再來 我等一下 你現在閉紙 你現在要先拿嗎 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比較幸運 我們現在有投資者 因為投資我們 我們目前還沒有開公司 我們就是有一個 就是目者 目者創投 因為投資人能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進行 就把這件事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目前在 他們的公司體制底下 然後做一個培育的計畫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真正分析成一個公司 或者一個企業 那我們希望慢慢的 我們有一些資金上的收入來源 我們可以做一段規模的時候 我們可以獨立出去 開一間公司 然後去經營下去 當然開公司創業 本來就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也沒有急著去 馬上去走這一步站 那我們希望說 你不要上市這個 還蠻耀眼的 我們現在怎麼吃飽外 這個問題 那我們希望慢慢去 經營到法界市 做得更好 然後把每個公司提示板 發展更完整一點 然後 讓更多的企業 更多的社務團員 可以瘦對 那開公司 不是我們現在 第一位是要做的事情 我們希望把它補償站 以及把它做得完一點 那希望未來 我們這個可以永續繼續下去 不是說 靠木板 還是靠一些企業的 社務機構的 這企業的資源 套路 希望我們是在那裡 我們是幾個單位 好 好 那我們的時間要到 9點半了 就會結束了 結束之前也許 我們請另外一位 愛物資創辦人 另外一位佩宇 來分享 來講幾句話 大家好 站在前面 大家好 我是佩宇 我是 也是一樣 愛物資的共同創辦人 那其實 今天很開心 就是來這邊 有家群跟大家分享 愛物資的一些做法 那我相信 可能大家還有一些更好的建議 到我們來 就是再跟我們聯繫 或者是說 待會可以會後 再跟我們一起做一些分享 那我就是簡單 因為其實剛剛家群有分擔很連 那我覺得 我最後再提幾點就是說 其實愛物資 我們 給自己的定位 或角色 我們希望我們是成為 捐贈者 跟社福機構中間的一個操樑 那我們希望說 服務捐贈者 他可以更便利的 去完成捐贈的這個動作 降低他們捐贈的門檻 提高大家捐贈的意願 那對於社福團體來說 我們希望 每一個 或外物資捐贈的過去的物資 他都是正確的 他不會造成他們的負擔 還要花時間去整理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成立在這個平台 然後甚至說 藉由這個平台發展出去 然後甚至說 很多的一些 剛剛有提到 很多物資的應用跟服務 都是希望可以透過這些 讓更多人知道 原來捐贈物資 他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不只是一個捐贈物資 對 那 再來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 捐贈物資 他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在我們的平台上 我們說 不管說我們的設計 或者是所有的 文宣活動等等 我們希望他都是一個快樂的活動 不要把他搶的事 好像 大家捐東西出去 就是他們一定是很可憐 我很厲害 我東西 一定要給他們 其實他是一個分享的概念 他只是很單純的說 我把我自己全新用到的東西 分享給另外一個需要的人 所以我們一直在營造這樣的氛圍 我們希望說 不要每次大家想要做公衣 就覺得 就是一個很可憐的感覺 沒有 他其實是一個很快樂 而且他是一個很隨手可的 很便利的 一個 可以做的事情 那所以 如果講到便利的話 其實在我們網站上 可能大家有看到 就是 我們整個網站 你要捐贈整個過程 他其實就很像一個線上購物一樣 所以這就是便利大家說 你可能不用再學習一個新的操作的模式 他其實就很像你買東西一樣 你看一看一點點 把你要捐的東西 剛要捐贈整 那就很像我們平常的購物一樣 一點一點 我要買這個買這個 然後放到購物車裡面 所以他其實就跟線上購物一樣 他是一個大家所熟悉的方式 可是我們換個方向想 他是現在是在購東西 所以 我們希望說他是一個公開透明 然後便利 然後歡樂的 就是 這是我們成立愛物 就是一個最一出最簡單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 捐贈物資 這個一直是我們的二心 就是說 不管從現在 我們最主要的提供的服務 然後接下來的話 一些其他的活動 像 剛剛提到的議題杖 對 然後還有 我們陸續續有跟一些企業的合作 這個都是我們陸續一直在執行的 然後也希望說 我知道我們可能能力不夠 然後可能想法 也不是 還不是很完整 然後不然我們還在想 我們要怎麼吃飽 對 那希望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建議 或想法都會跟我們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最後在做結束的時候 請家全來為我們做個掌握 那我想要先回答 剛才那位朋友講就是 我會使用網路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 一歲有很多媽媽打電話來 說她不會用網路 她可能在 因為我們海報到處刊登 她說 我們不會用的網路平台操作 即使你要勾中心 我不是只說她沒有網路哪個東西 所以我們會提供電話回落 所以我們會留一個電話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有 台語版跟客家版 對 你講台語版 你講台語版就找配語 講客家話就找我 那我們就會 你可以跟我們講說 你要去追求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電話幫你 操作幾個東西 你可以幫你完成 你可以進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樣 我們平台操作 有部分的訂單 也就是由我們電話去聯 就是電話打電話 我們發完的訂單 因為我們的確是 網路其實是很方便的 不是每個人都會使用 每次是很多媽媽 每次都想要追求 所以你要不知道怎麼捐 他不曉得有錢 好不容易認識的我們 他網路可能就不太會使用 所以他就是透過我們去 電話給我們講 那我們有一些訂單 就是你可能不會 操作不方便 跟打電話的訂單 怎麼使用 那我們希望說 那這件事情不只是 線上 我們做的實體版 其實我們幫二手市集 也是做 二手捐贈 也是為了這些事情 就是說 你可能在平台上面 不會使用 我們這種範圍做小事情 或所一個交換物資的 那也可以直接把物資 帶來跟我們交換就好 那可能更輕鬆更快 那我們希望 未來這個服務 可以越來越多元 不只是線上電話服務 未來可能還有APP 主開發 然後對方給人的事情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那透過線上化的管理 可以降低我們 輸來或人用上的不代 讓這件事可以做得更好 那物資都可以壞的話 不只是保證 它是一份禮物 大家可以好好把自己的東西 當成送的優勤 還是把它做進去 它是一個很快樂的 去做這個動作 不是不要的大少數版 去進去 那希望說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未來 可能可以更多關注 我們做物資這一塊 或說 幫我們更多建議都回饋 再來是說 未來 大家要再參與任何供應會 不管是物資 事供還是供應會 可以多去想說 為什麼他們需要 或我怎麼放入到他們 大家繼續執行這樣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 好 我們掌聲謝謝 接著請 捐助之背後 除了物資上的捐助之外 其實 它也很歡迎大家可以主動跟機構聯絡 了解說 為什麼這些機構需要捐物資 就除了是表面上的 或是第一層上的 物資上的關係之外 也可以去思考 背後 為什麼 特別有些地方 特別需要物資 然後那個 發生原因是什麼 另外除了物資的幫忙之外 就是 大家可以想說 還有哪些方式 可以去幫助社會中 比較弱勢的人 好 那最後在結束的時候 跟大家講一下說 我們責務這個地方 通常會結束之後 才會邀請物產人 繼續跟大家做交流 那麼那個地方 可以留到兩點 所以 歡迎大家結束的時候 還有興趣的 或是說 希望來當 這個 愛物資的志工呢 歡迎來前面 再跟物產人做進行交流 好 那今天責務學辛苦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